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出助攻 卡兰加打进了他这赛季的第十个联赛进球 我们看这球有没有阅位啊 严谨人应该是刚才这个手势在投诉 这样子球发出来 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再看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球肯定没有阅位啊 卡兰加直接顶了个圆角 这球顶得太轻松了 河南松山龙门1比0领先了 看海港输了两场之后 第三场比赛又落后了 没有完全发力 也要了个角度 卡兰加 马尔加斯 宝利尼奥这位置不错 看打不打 宝利尼奥 好球啊这球 王国明扑的也漂亮 单掌摸到了角球 但是宝利尼奥这个位置 这后腰的防守的位置 你看皮娜和防守还两个人都没盯 后卫也不敢出来 所以刚才一度真空了这个位置 其实不可思议 先看这个球 舒逆奇抢到第一点 再起后点 还有机会 这叫皮娜第一下几位没踢远 还没踢远 乌磊来了 1比1扳平了 乌磊的进球 乌磊这赛地他同样是第十个进球 但他只用了半个赛地 现在进球就已经上双了 第一点呢没有顶远 第二下呢 这下顶完之后呢 巴尔加斯再传回来 王国明出击没有顶远 然后皮娜呢 一下两下三下 第三下还是没顶远 而且最后这下射门的时候呢 还有折射 这折射的话 王国明就没办法了 你看最后这下折射打到了谁的身上 这个镜头看不到 王子昌 蔡水康断得漂亮 给乌磊 射门的机会 乌磊缓过来 乌磊 乌磊来 哎呦 这个球没打进 乌磊 断的是巴尔加斯断 卡兰加 冬国轩 这下是勉强地完成了射门 冬国轩现在虽然打右边后卫 但是人家两次了 就后腰这个位置 皮娜或者王志源对他的限制不够 好球 还是保尼射塞出了传球后点 机会来了 乌磊 这个球没打进 乌磊 这个球没打进 真是叫尽在咫尺啊 看乌磊刚这些射门啊 王国明这是什么扑啊 没进没进 明显没进 这球差的太多了 都觉得似后卫体系更好 所有的媒体人啊 球迷啊 包括我们解说的时候 也说了很多 现在有反击 有单刀球的机会了 卡兰加 能不能给过去 阿德里安这边 终于号 终于号 自己选择射门吧 终于号球独了呀 终于号 三打二的机会 阿德里安 好球 这球给的不错 看终于号 对 蒋光泰 蒋光泰是不好过的 之前两个人也是队友啊 好球投球来了 二比一一转了 黄紫昌又取得了进球 再次领先 河南苏珊同门 终于号 奔场比赛 送出了第二次助攻 黄紫昌完成了 这赛季的第六个联赛进球 问题 我们再看这球 其实第一下阿德里安 给终于号这下 给的就非常好 终于号 这是力压谁 力压 黄紫昌 黄紫昌 卡兰加呢 这个球海港的防守 应该说出现比较明显的问题 卡兰加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没人顶 然后后边呢 黄紫昌的位置 也是一样没人顶 黄紫昌 黄紫昌刚18岁 刚上一队 敢指责外援 出生牛都不怕虎 好球 看球能不成C 可招 单刀球的机会来了 可招 广过了 封门了 这球 可招的进球 可招 封门了 看这球有没有约位呢 维亚目前 后边肯定是要介入 但是助理裁判第一时间 并没有举棋 这个球如果进的话 是杀死比赛的一球啊 这进球啊 太轻松 太容易了 带门离去了 好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河南苏山龙门 是在特场 3比1战胜了上海海港 而且在积分上 反超了对手 这场比赛 应该说河南苏山龙门 发挥的非常出色 他们的看家门领 防守反击 今天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今天上海海港 输球之后呢 已经面临了 联赛的三连板 球队不光是场面上 出于劣势的一方